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植物,一般上它生长在热带国家 而且一般上你可以在靠近河边,有潮湿的地方 你可以找得到这种植物,这个植物非常的神奇 风吹也不会断,你可以看 这样子,这样子 它相当硬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不到,它里面是空心的 这种头花香苦草,它的腥味肝,微苦,性凉 可入肺心肝,圣经 这种植物一般上,生长在日代国家 在马来西亚,美国印尼,或者南非那边都有这种植物 头花香苦草,它的学名是 Heptis Capitata 马来文叫Rumput,Heptis 头花香苦草,它的别名是 吊球草,有广统,圆宅草,头花四方谷 白毛谷肖,白花香苦草,等等 头花香苦草,它全草无论根叶都可以拿来药用 在民间一般上,是用于解热,消炎,利尿 也拿来改善制,肺脊,种树,气喘 在传统上,一般上,是用它的叶,来捣碎以后,拿来敷在皮肤上,来消肿,来自乳用,麻疹,湿疹,灵疾,等等 这种植物,什么人,不适合使用呢? 也就是,气虚有贫血的人,或者怀孕的妇女,也不鼓励使用这种植物 如果,你走在外面,不小心跌倒或擦伤的话,你可以找这种植物的叶子,来捣碎以后,来屠在有擦伤的地方,来预防感染 在印尼民间,有的老人家,如果遇到小孩,甘生出来,他的肚脐的脐带那边,如果受到感染,或者有膿的话 他们也会寻找这种植物的叶子,来捣碎以后,来贴在小孩的肚脐那边,来防止继续受到感染 散开自己的肚脐,每个遇到的肚脐,每个肚脐的骨骗都不免得了 最后,不一定会编冶在一起的肚脐,通过这种植物的肚脐撤 充散开自己的肚脐,不一定会有蓝点错误,将其核在加战子继续受到感染 肚脐的肚脐穿许、肚脐,继续受到感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他知道这种植物它的作用 希望有一天可以帮助到他 在此谢谢你的分享 功德无量 新麻草药自然一些 下一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